好 同學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這一題考你也說 藉由景物呢 然後帶有意象 那意象其實就是我們講的 象徵這個修辭 象徵跟轉化的那個擬虛為實 剛好顛倒 就是 轉化是把抽象的東西講得很具體 那象徵就是把具體的東西呢 背後抽象的那個意義帶出來 例如說 其實這個象徵在我們的這個文學 或者是 在電影裡面常常出現 就是你拍攝一個鏡頭拍攝一個景物 但那個景物是投射到 可能裡面的一些 主角的內心的情感 或是他當下要做了一個什麼決定 好 例如說我要這個破繭而出 但是我要 我要怎麼表達出我的決心 那我這個 我這個鏡頭可能就拍到一個 這個 一個毛毛蟲 然後就 欸 就這個變成蝴蝶 就是有點這個 蛻變的這種概念了 好 所以 它這個是指說 你要去描寫具體的 但是具體的東西 背後有抽象的情感 所以我們來看 A這首詩呢 它在描寫的是什麼 它在講 它在等著這個人 好 然後呢 都沒有回來嘛 所以門前置行機 就是一直久久沒有回來 然後呢 一一升綠台 也就是門口都長出了青台了 因為沒有人走動 然後呢 台升不能少 落葉秋風早 所以這邊一直在重複著這個綠台 為什麼呢 就是在講那個 長出來這個 假設你有密集恐懼症 你可能不喜歡看綠台 好 青台 那這個青台 密密麻麻長 那它的這個門 門邊呢 也表示出 不是說它不愛乾淨喔 是表示出什麼 就是它內心的這個 酬緒 好 內心的這個憂愁 台升不能少 好 也就是憂愁啊 很深 深到無法清理了 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有 象徵 再來我們檢查一下 逼 逼的話呢 說這個氣下落眉如雪亂 浮了一生海蠻 所以這個落眉 就是你在把這些落花在你身上拍掉 但是越拍越多 越拍越多 是不是跟什麼很像 跟內心的這個 稠也是一樣的 就是 抽刀斷水 水更流 舉杯 交稠 稠更稠 對不對 有時候你難過起來 你越是想要去講 你就越難過嘛 所以越想要釐清它 越離不清 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就對應了 憂愁 好 所以A跟B呢 我們都可以把它圈起來 然後再來檢查一下 C C提到這個牽牛心 這個是 這個就不是象徵了 就只是指這個 七夕的這樣的一個故事 戒世抒情 好 然後來 指這種 相見 好 就是相隔一方 但是呢 盈盈一水間 好 默默不得已的 這種情感 然後珠也是在講思念 好 所以這個花呢 只是一個觸媒 好 就是一個 誘發它 就是看到花 然後就想到 想要送給 這個 遠方思念的那個人 好 所以這個沒有象徵 好 就是他只要看到東西 見物抒情啦 好 也是一個 抒情的這個模式 再來 E選項呢 說 庭中有其樹 綠葉發花枝 這個綠葉 也是指一般的這個 描寫的景色 好 所以 C注意都沒有 那我們就把 透過 景物有意象的 我們把 A跟B選項呢 就選出來